脑梗变担心,三个月就能缓解,这么做就对了 大家好,我是中医华医生,我真的是静呆了 在脑梗发病率如此之高的今天 既然每天仍然有数十人问我 脑梗后在家怎么调才能好得快 更有患者还听信了偏方,在家是越调越严重 那今天呢,我就用一个视频给你一次性讲清楚这件事 这个话题啊,让我想到了一位五六十岁的患者 他脑梗抢救后呢,就一直头脑胀痛,胸闷心悸的要命 还出现了流口水,手脚不听使唤的问题 于是跑了很多地方调理,不但没缓解不说 更是出现了食欲不振跟呕吐的问题 这才想起来事实中医调理 我看他舌头有很多紫色淤点 脉搏是发紧发色,于是便大致推断出 他这属于脑落组织所导致的问题 不仅身体气质血液比较严重 心脏施养跟脾胃凉序的问题也不清 那他的问题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其实就跟不良的调理有关了 要知道,脑梗是一个热症 而且老年人一般都脾胃虚弱 而他之前的调理时呢,不仅每餐 吃得很滋腻 调理的方式也是撞羊跟羊血为主 这就会让老人身体更加燥热 这感觉就跟往燃烧的篝火里浇油一样 问题子会越来越严重 气血被组织割裂成了孤岛 自然心胸、脾、胃、大脑都迟迟得不到如痒 那各种问题就会接踵而至 很显然 此时我们一般都会帮助患者通脑、醒脑和活血区域为主 先让患者的脑不经络得到疏通 让气血可以顺利乳养大脑 那自然患者流口水、喉咽嘔吐的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 同时呢,再把他身体里的血矿和气质疏通 那气血便可以进一步乳养全身 自然,手脚不停死患的问题也可以同步改善 这还没完 还要给患者提振内分泌系统 让痰灼内热自然排出 因此我还给他搭配了健脾强胃跟排痰厨师的调理 这样气血干净了 动能充足了 自然心胸饲养的问题也可以改善 那他胸闷气喘 心肌的问题也可以被缓解 就这样 患者按照这个思路条理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候 便明显感受到口水流得比之前少了 心肌的问题也很少出现了 于是呢,复诊时 我又给他加大了剂量 又过差不多一个半月时间 困扰他的问题便陆续改善了 那看到这里,我也是非常激动 其实像这样的脑梗后遗症条理 主要在于把脑部经络疏通 再把身体里的血与气质化开 这样,再根据患者实际的身体反应 搭配具体的脏器跟体脂的条理 往往两三个月都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 但是呢,在这里更要注意的是 每个人的体脂跟治病原因往往都不同 终于讲究因具体身体问题跟生活习惯 并证论治 因此呢,碰到问题 咱们还是要及时就医 从而更科学的找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案